香港经济报新电阶令近期保理定欲应高兽 几月泰瓦使用21年的劳固兴股 专民进化LED新电兴股 不过金费高级31万左右 在家庭会党 但关义的 吓走下地道保理高纲 电机苏心 精力技术支援 利用苏家将传统兴股 改增做LED新电兴股 不然这算的25万 泰国外星的金费 今年也能够认识 一千多岁的电池 而且监作大量定屋回收的本所 根据拆下来之后 我们先把旁边的螺丝 先把它解开 由于国小13间9式的定座 保理高纲的学生 利用今年苏贾的期间 进行贴重到收盖 大约一星期的时间 就全保安装 把一年级所学的家电修会的技术 把它用来服务 普理社区的学校 也借由这个机会展现自己的一技之长 好来 东西请说 感谢学校让我们这个机会 服务普理阵内的学校 然后让我们可以学习它新的技能 又能让我们属下过得更充实 因为由于国小家庭会展丹冠雄的砍线 让保理高纲电机科的学生 可以发挥水电专业的技量 并且有博物社区国小的机会 很高兴有机会把普理高工这样电机科的专业技能 跟我们社区来做结合 那在这样的因缘之下 主要是第一个 我们的育营国小的会长 陈冠雄会长 其实也是普理高工的杰出校友 那再加上跟林慧珍校长也是好朋友 台湾处用23年的老骨顶座 专门来兼网LED生电丁共 若是可以帮助游泳国小 继续胖大经费 每个电费也可以继续一千多多电 而且还可以检查大量的主观回收本数 以及所得 运营国小的灯具因为使用了23年 所以每次故障的时候 我们要更新都非常的费力 那这一次感谢普理高工的学生 来帮我们做灯具的改善 所以我只要在募集的几万块的经费 就可以让全校的灯具更新 再来就是在这个灯具更新之后 我们有很多的废弃物的节省下来 所以对我们的环保也是一个很好的作为 那我刚刚也特别跟我们普工的校长说 未来是否可能 我们可以由这个县府来支持这个灯具的经费 然后呢继续由我们的普理高工 这个电机科的学生们 来跟学校做这样的一个媒合跟配合 因为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不但可以让学生在实习课程当中 真正可以感受到这个东西的实用性 南岛管理院党议官表示 这种合作的模式很好 未来中建议官府改革的处 在其他效应来提供 保理高工校长寺警长表示 未来答应让学生增加实施的机会 还可以让乎无社区 既然反忍困擦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